Hello, 回到全民美股, 有我芷晴和Chef 跟大家很快跟進上星期五 美股做好, 三大指數向上, 創新高 道指升四百幾點, 納指升八幾點 標普五百就升四十八點 外圍方面, 這個星期不算太多的重要消息 不過值得留意, 上星期大家都在說滴滴之後 今天回來的消息似乎開始淡忘了 看到科技巨頭又有升幅, 有些反彈 接下來這個勢頭是否保持得住 會不會一旦就散一旦就散 美股那邊就很強勢 首先就是大型科技股又再升 尤其是以最出名的FAN 可能因為業績期 所以他們可能投資者的期望就比較高 所以就推上去 第二件事其實就是因為 傀儡再次插到1.3幾左右 其實市場就比較擔心 就是COVID的Delta 會影響著經濟復甦 資金其實就是由股市再次抽回債市 就有些類似是asset reallocation 但這件事其實就不太影響過市 我相信現在投資者都比較分化了一點 一方面大家就可能很怕經濟復甦 所以大家就寧願去回債市 但有一方面就是有一堆投資者覺得 其實科技股始終那個Distructive 和Structural Change是沒有變的 所以他們就繼續去賭 但是就是 你這麼多大型科技股 中型科技股 實型科技股裡面 他就寧願賭大型科技股 因為他們覺得 最穩陣 而且數據和PE都很合理 所以變相就是 他們現在又可以拍回到這裡 有一點類似 變成大型科技股變成避險資產 現在在美股市場裡面 至於剛才智晴說的那個中概股 其實就 始終是偏弱的 因為我想大家都是 其實在等大陸進一步的消息 實際講一下究竟其實 會有什麼細質 因為之前滴滴的事情 很快 也沒有什麼細質 現在開始有些細質出來 如果基於這些細質 我覺得是嚴重的 因為 那些科網股 超過一百萬個用戶 有一句文 就是會受網信辦監管 換句話說 我想新的那班都不用上了 但至於舊的那班 其實如果你監管得新的 理論上是可以監管賣舊的 那這件事我想 不只是 它不只是美國 包括香港市場 也是 那會不會變相 其實以後科技股 就更加難上市 但是如果你用回大師的理論 補充減少了 反而可能本身 那堆科技股的 demand 會高了 也都不出奇 因為始終如果你 補充了他們 不讓他們這樣 這樣沖流來上市的話 其實中長線來看 其實對於Existing 那堆會好一點 如果他們的生意 不是忽然之間出事的話 譬如 360掃科 在美國 之前自從拜登上台之後 好像所有大部分 對中概股的障礙數 除了 其實它升了很多 差不多 升了4倍 但是前幾天 就因為那個網信 就是因為滴滴這件事 而它也是其中一個 被人整改 也被人下架 單日可以跌成20幾% 其他很多 那些中概股 都跌近十幾 你說 上個星期 其實市 雖然開始 其實美股協助 但其實那些中概股 都是很弱的 那我想 現在大家 在掌握著 整個市 我想對中概股 整個優惠 還在想 是不是還要比這麼高呢 我想 所有投資者 都是有這個 關心的 再加上 其實 如果一些政策 陸續出台的話 你如果去觀察 中國政府 譬如說 他之前 教教育項 民促法 跟著 再下去 可能 網絡教育 他是 全面性 比較全面性的 就是 他會保持著 可能有些 政策去 掀著整個 sector 我相信 現在 剛剛開始 所以 我想 這個經驗 其實 中概股現在 還是處於觀望的狀態 如果 太早撈底 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我們 看到